严雅伦与网红耀乐偷拍手文进入司法程序 从去年6月耀乐开记者会 指控严雅伦未经同意 偷拍当时未成年的他心案影片 之后检方开始调查到今天 正式对严雅伦以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起诉 对此严雅伦发表7点声明 表示今天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经检察官裁决这名本人与耀乐在交往期接运分手后 曾为对其有过强制性交或是黑道恐吓之行为 法院也认证严雅伦清白 而关于拍摄未成年性案影枪部分则是因为 严雅伦不是法律而误出法条 他表示造成社会不安和占用公众媒体资源 对此也深感抱歉 最后对于耀乐提告动机 他也质疑到底是为了名还是利 因为近五年两人仍有联系 双方持续有互动 所以至今人不能理解 严雅伦表示自己是公众人物 只希望这件事能尽快落幕 声明曝光后留言区也出现为他加油的声浪 粉丝表示撇除私事 还是很希望他尽快回到荧光幕前 带给大家更多好的作品